喜欢刘德华的人会知道,近段时间的华仔一直在举行宏馆演唱会,即使在向华强先生七十大寿的时候,也是演唱会结束就急忙赴宴,可谓是行程满满。 华仔说,已经八年没有开演唱会了,所以要好好享受这八年来没听到的掌声,我都快忘了,而对歌迷来说,也有八年时间没有听到刘德华的声音了,而这一次,华仔似乎也有心让大家听得够。 于是,在宏馆的这场演唱会,已经持续了四天时间,而且还在继续。 对观众来说,这就是一场久违的视觉听觉盛宴,再加上华仔在香港娱乐圈的人员和地位。 也有着很多的好友,前来祝贺莫文卫、苗乔伟、黄志华,以及林嘉欣、吴卓熹等纷纷现身,而这些人,至今也都是香港娱乐圈不可小觑的人物。 他们这些人也足以见证和参与了香港影视圈的繁华,而其中一位更是让人惊喜。 他的现身足以引起很多人的美好回忆。 他就是陈玉莲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在三十五年前的一版《神雕侠侣》,就是由刘德华和陈玉莲饰演的。 随后才是古天乐版、黄晓明版这部剧,在当初也集结了众多明星,包括汤振颖、任达华、周杨佩山等。 虽然说这一版并不是人人都知道,但是对原书作者金庸来说,刘德华和陈玉莲就是他心目中最喜欢的杨国和《小龙女》。 对看过这一版的人来说,时隔三十五年,杨国与《小龙女》在相聚难免心中有着很多回忆。 尽管当时的刘德华,比较青涩陈玉莲的清新脱俗,也跟小说中的描述有些不一样。 但作为较早的一部电视剧,有着无可替代的记忆和情感。 和日在相见张德兰儿陈玉莲让大家记住的角色,也不仅仅有《小龙女》还有《黄龙》。 大红灯用高高挂的四仪太送脸。